接下來是一個重要的你必須要匯的計算的方式 就是要算溶脂有多少 溶脂有多少 這個在我們的墨濃度的時候也經常會需要用到 要算溶脂有多少 25%的硝酸甲溶率200克 請問你有沒有硝酸甲幾公克 好 公司就長這樣 根據公司得到這個結論 溶脂質量等於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我當初上課的時候跟你說過了 你可以把它當作公司背起來 因為我們常常要用到 溶脂質量是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在墨濃度就變成溶脂墨素 就等於墨濃度成溶液生素 OK 好 所以就往裡面蓋 就很容易算出來 它做50克 就是50克 OK 50克 就是簡單的 但是重要的提醒 就是算溶脂的質量 所以就請問各位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想法完全一樣 35%的雙氧水240克 請問你還有多少公克的過氧化氫 還有多少公克的過氧化氫 OK 張凱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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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根據我們剛才跟各位說 你可以當作自己的公式 就是溶脂質量等於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都往裡面帶就好了 百分濃度百分之三十五 那個240克 對240克 數學上其實要是除百分之一百 那個我們就不管它了 反正你們也沒有那麼 對數學上那麼要求那麼準確 這樣弄 所以這個80克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A 答案選的是A 下一題 又是跟剛才一樣反過來 那要多少克的溶力 會有30克的溶子 想法也是這樣 講過了 基本想法 基本算是通通都一樣 只是 位置數百的位置 不一樣而已 但是 列出來的四十其實都差不多 列出來的四十其實都差不多 請問你要多少克的硫酸鐵溶液 裡面會有硫酸鐵30克 它的濃度是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停車站借問 黃玉璇 你選擇是C 你選擇是C 請做 答案 剛剛跟你講了 算法還是一樣 融子質量是容易質量成百分濃度 現在是不知道容易質量 所以它有X 不曉得 其他都曉得 往裡面帶就好 往裡面帶就好 數學上算一算 你就會曉得 答案應該是 150 所以我們答案選C 這是一個重要的題型 請你去算融值的 請你去算融值的質量 那還有一個 考試有可的題型 但是不需要算 那這種 不用算 倒出來 取出部分 剛才講過的重點叫做 容易是均勻的混合物 所以取出部分 這個 濃度不會改變 這樣就好 這樣不用算 不用算 所以這題的答案 應該是多少 所以這題的答案應該是多少 所以這題的答案應該是多少 徐偉辰 徐偉辰 太慢 太慢 改答案的時候太慢 剛才講過了 取出部分 倒出部分 倒出來的 剩下的 跟原來的濃度 都一樣 都沒有變 這不用算 考試也考過 大考試也考過 啊 同理這題也是差不多的 然後呢 都一弄拉一拉 巴巴巴巴 這題有一個 這題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它沉澱 那表什麼意思呢 它飽和 這一杯 原來是飽和的 倒出來一些些 請問你巴巴巴巴 如何如何 它的濃度應該是幾比幾 然後呢 原來 倒掉一半 倒掉一半 其實寫一半不好 寫一半可以 寫一半 觀念錯的人也會寫對 應該是說150毫升 倒出50毫升 這樣的話 有些觀念錯的人就會寫錯 我 謝民浩 他應該要幾比幾 一共什麼 你說什麼 問他 問他 你選C喔 問他 好 剛剛已經跟你講過了 那個 考試的觀念就叫做 不能說非常考試啊 學習的重要觀念叫做 容易是均勻的混合物 一杯裡面取出部分 取出來的 剩下的 都跟原來的濃度一樣 所以呢 倒出來跟原來都一樣 所以說一比一 所以不會改變 這都是不用算的 但是大考試也考過的 這就是我們在這裡跟各位講的 第一個是重要提醒 算 溶質的質量 第二個就是讓你去 會 我們的 容易取出部分 倒出來的 剩下來的濃度都不會改變 這就是我們給各位做練習 OK嗎 OK 很好